有亚洲品牌界奥斯卡支撑的 亚洲品牌盛典周二在香港举行 大会评选出了亚洲品牌500强企业 并且也是邀请了部分企业领袖 在论坛上分享企业经营的成功之道 亚太第一位是作为特约战略合作媒体 访问了多位知名企业领袖 独家解析数据时代下的企业发展策略 第九届亚洲品牌盛典周二在香港举行 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马启志 新华社员副社长徐希安 以及亚太第一位是执行台长陈坚等 作为嘉宾出席开幕式 本届亚洲品牌盛典以大文化 大商圈大数据为主题 并揭晓2014亚洲品牌500强牌行榜 韩国三星 日本丰田 中国工商银行等企业榜上有名 由亚太第一位是作为特约战略合作媒体的 亚洲品牌盛典将9月9号定为亚洲品牌日 希望借此机会将亚洲品牌推向世界 大会还特别邀请部分品牌 500强企业掌门人参加领袖论坛 现场主持人与嘉宾互动 交流数据时代企业品牌发展的核心策略 是诚信 是实力 是责任 那么有了实力 有了责任才能推进品牌的成长 才能参与国际的竞争 中国打造国际性的大型品牌不是难事 因为中国人的勤奋 中国人的务实精神 创新意识不亚于国际上大牌企业 随着技术的革新以及中国社会的不断转型 有企业家就表示摸准时代脉搏 企业向移动互联网营销模式的转换 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尤其是现在的 我觉得移动互联网 这个是新的市场 格局的形成 它是一个新的课题 而每一个企业 那么借着我们现在在做的品牌 我觉得更重要的问题是 要研究我们的商业模式 就是得有我们 适应我们企业和市场 更贴切的一个商业化的模式 这可能是取胜的一个关键 同时有企业领袖还表示 文化特色的打造 也是民族品牌竞争力的核心 大会还举行女性论坛 让企业家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和交流 亚台第一位是周立旅人青 新港报道 和互联网 感谢观看